剛剛是我們的觸控屏的操作介面 這台機器可以單四伏模式跟雙四伏模式運行 現在我們先示範單四伏模式 來把單四伏模式按下去 好按下去之後他這個夾子的擋板會自己推到最後面 現在開始運行單四伏模式 好那現在我們再示範一下雙四伏模式是怎麼運行的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單四伏模式把它切成雙四伏模式 然後我們我們設定他設定他這個A就是D一定要打的位置 比如說在這個指向是500 這邊是這邊就設500 然後確定 然後給他跑自己跑到500 然後現在這個擋板就跑到你設定的位置就停住了 再來第二步的話就是設B 他的總定距 現在總定距量起來大概是310mm 總定距是310mm 我們就設310mm 確定 然後你希望打幾個釘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打5個釘比較適合 這個C的話就設5個釘 確定 然後 設定好了之後 讓釘頭回位一次 先切自動 然後釘頭回位一次 reset 好 現在是設定完了就可以開始打了 設定完了就開始 開始run 開始啟動 然後現在就可以開始操作這個雙四伏模式 然後現在就是釘距就是打5個釘 放下來 好 直接配置 我們一定要讓我打水 一點點 這個雙四伏模式 又不是 我才能展示 在這個雙四伏模式 主題 在這個雙四伏模式 你看 感谢观看